在收到 Acceptance Letter 之后 下一步应该怎样做呢? 这条片会和大家分享 如果你想申请汇丰英国的按揭 应该怎样做 另外还会和大家分享 要准备些什么文件 事不宜迟,马上开始 在英国,如果你想做按揭 一般有两个做法 第一,找按揭中介 Mortgage Booker 第二种就是大家在香港常用的 就是找银行直接申请按揭 如果你找Mortgage Booker 帮你申请按揭 它会帮你做些什么呢? 第一,帮你找不同银行的计划 其次,就算你没有英国的户口 它都会帮你 或者协助你开户口 还有,会帮你申请AIP 或者DIP 如果你自己找银行的 那你就要逐间申请 当然有风险 就是你找完银行之后 它不批 又会担忍你一段时间 其次,有别于香港的银行 做按揭相对比较透明 基本上你在英国如果做按揭 有很多资料你都不知道 你的房子股价值多少 你不申请是不会知道的 另外,你如果想申请DIP 或者AIP 你是需要向银行自己申请的 银行如果要批核按揭 需要什么条件呢? 第一,你的收入要有要求 如果你买来放租 一般要求你每年收入五万磅 如果你买来自住 一般收入要求七万五千磅 你可能会想 为什么放租的要求比自住更低呢? 因为很简单 如果你放租 你的租金收入 可以建构成你一部分的收入 可以应付租金 第二,你要提供其他负债 包括你有没有留工 有没有personal loan 有没有信用卡负债等等 第三,如果你做按揭的时候 银行都会问你有没有其他开支 包括每个月的交通洗费 小朋友洗费 或者日常生活起居 全部都会问 大家要准备这方面的资料 现在和大家分享 用英国汇丰申请案件 流程的详细攻略是如何? 第一,你要打电话去 汇丰国际银行业务部 香港那间 你就打这里的电话 2233-3888 它还有一个电邮 大家可以预约去申请案件 一开始,职员会问你 你想申请案件的物业在哪里 你未必有实际的地址 因为你的状况 可能还未出到offer letter 第二,你要告诉他 你想借的银码 然后他收集相关的资料 便会将你 连同你刚才所说的资料 一次过转介到英国的汇丰银行 由这一刻开始 香港汇丰银行 其实就无法回答你了 如果你想亲身去 应该就在中环 匯丰银行总行六楼 收到资料之后 英国汇丰银行 便会打给你 大约三次到四次 现在会和大家说 那三、四次电话 是关于什么 第一个电话 会跟你拿 关于你想买入的物业资料 包括卖楼确认讯 你的律师联系的方式 你的代表的详细内容 或者信息 如何找到他 你买的单位多少钱 你想借多少 买来的目的是什么 自主还是放租 另外你也要有收入证明 另外还有信用评分 如果你自己没有的 你就要去环联信托到 自己查阅自己的信用评分 就给回汇丰 还有其他资料 那他要什么 你就要准备回 第一个电话之后 他会要求你提供 刚才所提供的资料 用电邮的形式 因为如果用其他银行 有机会要你亲身 邮寄去英国才行 那汇丰就可以用E-mail便可以了 第二个电话 他会打来跟你确认 你之前在电邮里面 提供的各种资料 会跟你做一个初步审核 然后大概会告诉你 可以借到多少 当然这一刻借的银码 其实未确认 然后所有资料 如果他觉得可以 就会转交去按揭部 真正审批你这个单位借款的部门 然后就会一轮电子邮件 就会包括 将他的按揭计划会 送给你 给你自己选 然后第三个电话 打来的会是他的按揭部门 他会双重确认你之前提供的资料 也会问多一次 包括你平时有什么开支 你住哪里 住址证明 平时花费有多少 有没有负债 你买这个单位做什么 放租 放租多少钱 然后他会大概跟你说 你可以批出的金额 他打这个电话给你之前 其实在之前电邮里 确认了你会给一笔钱 给他跟你做这个 Surveyor Report Surveyor Report 会决定他批几多给你 但是英国汇丰有个特别 他通常就比较守紧 很可能他批不足钱给你 在这个位置 他会跟你说 你最多可以借多少成 以及批多少钱 然后他会把五个计划给你全看 你便在电话里回答他 你会选哪一个 但是如果你当时还未选得到 其实是可以的 他会在下一个电话 再跟你确认 你会申请哪一个按揭计划 这个时候 你应该给了 测量报告的费用 以及手续费 而这两笔钱是没得退的 给了就没了 就算你不要按揭 也是要给的 最后一个电话 这个就是决定你要选择哪一个计划 而且他会告诉你 如果加息的时候不同的情况 会如何影响你的按揭公款 同时会跟你说 如果你提前还款等等 所有的费用 也会跟你说 如果有回律影响 你会如何影响公款 最后就会确实告诉你 你最终可以借的金额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如果你打算不借 这个位置便要说 他会跟你说 这个按揭 有效期到哪一天 如果你发现了 你的买楼流程迟了 或者会有extension 那你记得 早一个月通知汇丰 或者如果你用其他银行 你都要早点申请 跟他说我要extend 如果不是 过了你就有机会 重新申请 你所有文件 要重新递过 都挺麻烦的 最后 他会把按揭计划的协议 透过email送给你 你就电子签名 签完之后 就会转发给律师 到这里 大家应该清楚 申请按揭的流程 现在会和大家一起看一下 要准备些什么文件 有这个checklist 基本上你都要准备齐了 可能会更多 第一 英文版的税单 如果你还是中文版 你可以打电话去税局 或者亲身去税局 还有 英文版的量单 记得MPF 或者你有公积金 要分开列出和 第三 银行的月结单 有些要三个月 有些去到半年 第四 每个月的开支数据 你要知道你每个月花多少 第五 其他负债 例如onkit 信用卡 私人贷款等等 你都要有back and way的文件证明 第六 住址证明 如果你是租楼 你也要有租单 如果你买楼 你也要有买楼的张细 另外 还有水电煤单 记得全部英文版 第七 身稳证或者护照 第八 credit score 你可以在横联信贷里申请 因为英国汇丰 未必有你的信贷评级 第九 其他 他可能需要其他资料 看看有没有 如果你的文件是中文版 有机会 他要求你提供英文版的版本 而你短时间又申请不到 你最快的可能 就是你找一间认可的translator 帮你转做英文版 这个都不便宜 大家留意了 大概你应该了解 如何申请按揭 下一步就是 将会和大家分析 按揭计划 那么多种 应该选哪一种呢 记得不要错过第三条片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